美中贸易不确定性未消除美股走低 美国股市周二收跌 因美中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仍在 且能源股和工业股走低 道琼工业指数而收跌178.88点或0.72% 至24834.41点 标普500指数收跌8.57点或0.31% 至2724.44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5.58点或0.21% 至7378.46点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 对最近美中贸易谈判病不满意 也表示未与中国就中心通讯制裁问题达成协议 川普还表示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很可能不会如期在6月12日举行 Slaystonewells LLC首席投资策略师和高级投资组合经理Robert Pavlik说 川普有关北韩的谈话 以及与中国末有就中心通讯达成协议的说法 让投资人回到现实 贸易问题不会那么快接触 股市因此回落 特斯拉重挫3.3% 触及4月初以来最低收盘水准 因消费者报告称 特斯拉Model 3较有重大瑕疵 主要是的刹车问题 特斯拉执行长木斯克则称 刹车缺陷可透过更新软体来改善 依稳